现在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 那么这个时候呢 给月季做修剪是最好的 我身边这个拱盟呢 是由两颗藤本月季组成的 这个是亚伯拉罕 开橙色花的 那么这个月季 藤本月季拱盟 跟那个我们在花墙上面的 那个修剪方法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就是说它的枝条呢 因为要保证这个拱盟 从下到上都有花的话 你要在不同的它高度上面 都留有一些芽点 所以不能光把留下主织 其他枝都全部剪光 那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还要保留一些下部的枝条 让它一些侧枝上面有一些芽 保留着就是来年春天的时候 这个下面也有花 上面就主要保证 几根大的主织就可以了 因为它边上会串出很多芽 这些新生的组织上面有很多芽 都是开花的 那么就有些多余的枝条就可以处理掉 我们剪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芽的朝向 那尽量就是让它朝外面的外侧芽 可以扩散出去 那我就从这个地方给它揪剪下来 这些已经提前发芽的枝条呢 基本上就是很难开花 那么我们剪到下面有芽的地方 像这个枝条呢 就是外凸的比较厉害的呢 还是我们进行一下绑扎 让它靠近里面一切 不要妨碍人的通行 那么这一棵呢 就是已经修剪好的 亚伯拉罕的藤月 大家可以看到呢 从下到上呢 都有一些分支 有一些雅点 那么可以保证 春天花季的时候呢 就是从上到下都有花 这边呢是危机五德 那还没有经过修剪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 刚才我们介绍了 藤本业绩的修剪 那么这个季节呢 也是铁线连修剪的好时机 这一片墙呢 基本上都是种的二类铁线连 二类铁线连的要求呢 基本上就是 到它枝条顶端的 一对饱满的芽 留下 然后上面的全部剪出 剪出好之后 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呢 就是要盘扎在这个墙上面 网格上面 所以也是很费时间的 那么我来示范一下这个顶端的一个芽 修剪在哪里 这边有两个芽是非常饱满的 然后这个芽上面呢 基本上就没什么芽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边 可以给它修剪掉 注意把这些枯枝呢 也要把它剪掉 把这些枯叶也剪掉 这一对芽非常饱满 然后呢 要把它横拉过来 那同样呢 在这里呢 也有两对芽 很饱满 从这个地方 下面看上去都没有芽了 从这个地方剪掉 把这个枯叶也剪掉 那这个地位置也是一对芽非常好 剪掉 我们把所有的没有芽的枯枝 还有它的叶片全部剪掉 枯叶全部剪掉 看清楚整个枝条的走向和脉络 那么方便我们后面的一个步骤 就是盘扎 修剪的时候要特别当心 因为铁线的整个枝条都是枯黄的 上面有很多芽点 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就会把带芽的枝条都剪掉 所以一定要看得非常仔细 所以再来看好 接着去的 我们下车的细节